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成的调味酱 在腌制了一碗之后 放在烧热的平体锅炒熟 是我最喜欢吃的烤牛肉味道 还有烤黄鱼跟鸡蛋卷 怎么回事 又不是谁过生日 那些分量一家屋口当饭菜吃根本就不够 应该是要包便当吧 可是美美跟弟弟今天就有上屋有客 怎么说那些菜式 今天的午餐时间一定很幸福 来 这是你的分当 那个 该不会是 是我会心准备的哦 你多吃一点我老公 好 知道了 谢谢你 不会的 不会的 路上小心哦 我的天哪 到哪里去了 什么啊 你爸妈 当然是去上班的哦 我不是说爸爸 特A姐还没有烤牛肉 烤黄鱼还有鸡蛋卷 都到哪里去了 什么时候又看到了 真是的 你爸爸快要考生日考试了 下班之后啊 他在图书馆读书会二 才准备便当的啊 那也不用全给他啊 你爸爸的绰号是什么 就是永远的处长吹处长 妈妈只要听到那个绰号 就会一肚子火啦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生死 吃饱才有力气读书 才给他便当的 所以啊 你们也要好好的配合 爸爸读书的时候 你们绝对不要去吵他 知道了没有 敏智 一般四十多岁的男性 在公司的职位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吗 因为我爸爸是高中的老师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耶 原来如此 好羡慕哦 四十多岁是处长的话 什么 酱油螃蟹 有人午餐带酱油螃蟹来了吗 分我一点吧 唉 你这个贪吃鬼 谁说酱油螃蟹了 我说的是公司里的 课长部长底下的那个处长 唉 就算要飞黄腾他 已经没希望 还是希望这次课长考试 能够合格 别担心 小梅子 他一定会考上的 我回来了 妈妈在那干嘛 嗯 你没看到吗 我在贴糊皱啊 糊皱 妈妈是基督徒耶 如果贴这个 会不会被上帝修理一顿 你爸爸四十多岁了还是处长 我连这种事都不能做吗 我相信上帝一定也会体谅的 枕头里面又放什么啊 哦 听说放在里面就百分之百能够升值 谁说的 手手道士啊 这跟贴在房门上的是不一样的吗 哦 那个是犬骨道士啦 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了 哦 好啊 对了 老公老公 哎呦 哎呦 快点把这个放在皮夹里面随身携带哦 这是什么 哦 是糯米糕倒是给的 听说这个非常灵业 只要有了这个 不管多么难得考虚 给人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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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的连上榜单 就像糯米糕一样哦 你也真是的 世上哪有这种事 有钱买这种东西 不如给孩子买好吃的 买书也可以 就是说啊 会话少说 照我说的话错 要用功读书哦 好 老公加油 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我们三姐弟当中 有头脑很聪明的孩子 一定会逼着我们当医生 或者是律师吧 姐姐 你得意玩是什么 哦 选师self 没错 姐姐果然很聪明耶 这是基本常试啦 真是太好了 我们三个都不太聪明 不过这真的是值得清醒的事吗 生命保佑 生命保佑 请保佑我老公顺利通过科长升职考试 生命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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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爸爸 这个周末刚好是联休 大家都会出去玩 我们也去主题乐园玩 好不好 想去玩呢 对 去玩吧 什么主题乐 绝对不可以 你爸爸要准备升职考试啦 啊 该死的升职考试 还有 妈妈这个周末要帮人家搬家 还有烟泡菜 什么 搬家 烟泡菜 去谁家帮忙 吴部长啊 泡菜是李市长家里的事 老公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嘛 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 还有你去那些地方做什么 因为是你的上司啊 老婆 你不要这样 为了升职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那当然 万一 我这次也落榜了该怎么办 这绝对不可能 你最好不要说这种臭眉头的话 小梅子 怎么办呢 爸爸没什么自信 爸爸 爸爸 出来接电话 是公司打来的 公司 我知道了 喂 你好 是 部长 什么 那份资料还没 真的 抱歉 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处理 这么早就要去上班吗 是啊 爸爸的公司没有爸爸是不行的 可是爸爸还没有吃早餐 是这样吗 没关系啦 明明肚子饿 爸爸很辛苦吧 不会啦 爸爸一点都不辛苦 为了妈妈 为了我们 为了公司 我的女儿长大了 是啊 爸爸确实感到很辛苦 一定要出人同地 才算成功嘛 爸爸就算职务不高 就算薪水只能勉强无口 只要我们一家人幸福就满足了 爸爸 小妹子 我不能呼吸啦 家里没人在 真是太好了 至少在考试当天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没人的时候快点出门好了 老婆 老婆 三直三直 催好东 催客长催客长加油啊 你们在做什么 加油 对不起爸爸 我们回家是逼不得已的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记住 下一个找谁来念好呢 小妹子在做什么 希望爸爸考试一切都很顺利 小妹子 小妹子 上课时间不专心 你在想什么 老公是你吗 老公是你吗 怎么样啦 对 确定了吗 辛苦你了老公 爸爸考上了吗 当然咯 没关系啦 明年继续努力就好啦 看来是没考上 妈妈 孩子们啊 我们一起去爸爸的公司 吃点好吃的东西再回来吧 妈妈 爸爸心里一定很难过 我们要好好的安慰爸爸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啦 现在想想我已经好久没有来爸爸的公司了 妈妈以前来过吗 以前来过几次 这不是夫人吗 天娜你不是金代理吗 她叫妈妈夫人呢 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 不过今天一家人聚在一起要庆祝什么事吗 对 因为我爸爸升级考试没考上 所以我们特地来安慰爸爸 你好乖啊 好啦夫人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下一次他一定会升职的 是啊 谢谢你哦 毕竟是去年才升上课长职位的 今年要马上升部长的话 确实是有些困难 啊 去年什么 金代理 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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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金代理 金代理 快点过来 快点 那就下次见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小梅子的爸爸去年就升上课长的事吗 是 你不知道吗 快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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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一谈吧 最课长 你到底 为什么要这样 快 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为什么要隐瞒整整一年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需要私房钱 什么 私房钱 所以过去一年来 你只给了我处早的薪水 对不起老婆 这次爸爸太过分了 雀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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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子 你 我听其他人说 是小梅子 你先带头取笑同学的事吗 你为什么这么做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没有 就是好玩 什么 同学之间开个玩笑而已 干嘛待经小怪 老师你也知道啊 我小梅子 可是我们班上的开心火耶 天天天天五十张回过书 还有请父母亲盖章 好玩啊 糖吃 碗子 小梅子 快出来吃饭 快点 等我把作业写完再吃 啊 啊 嗯 剛剛小梅子她说了什么 啊 啊 变装完毕 鬼故书写完了 只要偷偷盖上妈妈的章 就可以休息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作战成功 小偷 什么 小偷 妈妈 什么小梅子 什么 所以呢 你是想偷偷在毁过书上盖章是吧 刚刚你说要写作业 其实是在写毁过书 我真的是冤枉的 嫂 只是同学之间开玩笑而已 叫我写毁过书也太过分了吧 不是吗 不要脚背 为了一点小事就写毁过书 我怕爸妈知道会担心 所以我才想偷偷盖章的 哎呦 你真是孝顺 真是孝顺啊 老师知道你这么孝顺 护母亲一定会发给你孝心楷模奖的 还有什么 你说只是开玩笑而已 取笑同学排挤同学是开玩笑的吗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那位被你取笑的同学呢 那位同学也觉得好玩吗 你有没有考虑到那位同学的心情啊 草莓并没有说不高兴啊 哎 小梅子 其实爸爸在小时候 爸爸的身高比起班上同学矮了一大截 所以我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位子 嘿嘿嘿 因为长得像冬花 所以是矮冬花 哎 你确定你站起来了吗 怎么看起来像坐着一样了 哎 不会吧 不要取笑我 啊 干嘛 你现在是握拳了是吗 你不高兴又能怎么样呢 啊 想打我是不是 哎 哎 肚子好饿了 回来的时候买几个面包来啊 我为什么要 不要吗 不会吧 不是 哎 等等我 啊 你 今天开始你要负责帮我们提书包啊 是吗 不要吗 哎 不会吧 啊 还有今天开始你是口香糖 这可是我特地为你取的绰号啊 谁叫你太耳了 就像您在地上的口香糖一样 口香糖 好好地提教我们的书吧 你不觉得欺负她很好玩吗 就是啊 爸爸 老公啊 老公啊 那是 真是让人心痛的故事 你现在想骗谁啊 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小猴鹏吗 哎 老婆 这个你怎么知道 你妈妈都告诉我啦 说你根本不读书 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跟朋友一起到处去玩 老婆 你非要选这个时候说出来吗 你在孩子面前说谎 难道还让我视而不见吗 那你在小孩子面前 说他爸爸是小混混这样是对的吗 那老婆你呢 我听说你上国中之前 喜欢上邻居哥哥 每天一直追着人家跑 啊 哎 什么 我哪有啊 是谁跟你说的啊 哼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怎么会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才对 嗯 我已经很努力了 现在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吗 哎 要怎么做 小梅子才能反省呢 哎 啊 老公 用这个话怎么样啊 什么方法 这是钱啊 对着你这个人 嗯 嗯 哇 哇 味道好香啊 妈妈 今天吃什么菜 嗯 妈妈没听到吗 啊 爸爸 妈妈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美美 弟弟 快起来 起来 撕话咯 呃 哎呦 这两个孩子还在睡啊 妈妈怎么了 哎 肚子好痛 妈妈快点去洗手间了 嗯 妈妈妈妈 手机最喜欢妈妈煮的饭咯 这样啊 我的宝贝儿子 妈妈也是煮饭 给弟弟吃的时候 做一洗补哦 什么妈 对我不理不睬的 妈妈 那我呢 嗯 对呀对呀 我呢 是啊 怎么能弄掉漂亮的恶女儿咧 想到妹妹吃得开心 爸爸也很辛苦 没错没错 爸爸也是为了让我们家弟弟跟妹妹填饱肚子 才这么努力的工作 我呢 我呢 哎呀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老公 你上班快知道咯 呃 就是啊 我要准备上班了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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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早开始为什么不听我说话 你们为什么对我不理不睬 为什么 爸爸妈妈好坏 快到了呀 怎么了 爸爸跟妈妈 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 是啊 我觉得很好玩啊 啊 很伤心吧 很痛苦吧 你所谓的开玩笑 却很有可能造成对方很大的伤害 现在懂了吗 可以了解被你取笑被你排挤的同学的心情了吗 不知道 我要去上学了 姐姐 你等等我 姐姐 哎 你昨天没看吗 真的超级好笑哎 啊 那不是小猪吗 哎 妹妹小猪 妹妹小猪 滚滚滚的小猪 妹妹小小猪 这是一个小猪 妹妹小猪 猪 胆子可不小 竟敢取笑小梅子的妹妹 不是不是不是 我爸没有取笑她 只是闹着玩 开玩笑的 那是开玩笑吗 妹妹都哭成那样了 你们看她那么难过 你们却觉得好玩 快点跑快 快点跑快 姐姐 怎么了 你还好吗 怎么没有教训他们一顿 叫他们不要再取笑我 姐姐 没有资格教训别人 姐姐等等我啦 今天怎么不等我自己走 你反省过了吗 你反省过了吗 是 我没想到我的一句玩笑话 会让别人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我以后再也不会取笑同学 也不会欺负同学了 哎呀 我们小梅子深刻的反省过了 老师 现在开始我想对草莓好一点 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不管做什么 只要你对草莓的付出是真心的 她一定会很高兴 是真的吗 当然了 真心想送给草莓的礼物 就是那个 小梅子你干嘛 你怎么拿去修卷衣 草莓 从今以后 不会再有人取笑你是雀斑脸了 什么 你该不会是 有那个 你也不用太感激我啦 我以千尝取笑你 就把这个当作是刀尖的礼物 这又没什么干嘛大惊小怪 我们是好朋友啊 为你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有这么让她感动吗 果然 小梅子 我就知道会这样 明天叫你来这回破书 什么 老公 你真的要这样吗 你 我明明就搜好了 去哪里的 到底要找什么 一大清早就开始 我记得在这里的 找到了 怎么样啊 我想不想选美小姐啊 是选美大选才对吧 路上小心 好好照顾孩子们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啊 家里的事不用担心 玩得开心点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是去玩 那我出门呢 天色这么暗 干嘛非要戴着太阳眼镜啊 真是 妈妈要去哪里 不是 我没有跟你妈妈打架了 爸爸 你还不要去学俭 防生素之类的 真是的 我都说不是了 对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因为实在太开心了 根本就没办法睡觉嘛 嘿嘿 你也一样吗 爸爸也希望那个什么舞蹈大赛 能办一个礼拜就好 嗯 妈妈不在家这么开心吗 你这丫头 不要诱导审问 你不是也说很开心吗 因为今天是去郊游的日子 弟弟也要去郊游吗 对 他们幼稚园也是今天 妈妈还说同一天去郊游 他会比较轻松 真羡慕 爸爸也不想上班 想去郊游 那爸爸跟我一起去啊 好不好 那好吧 哦 参加全国主 舞蹈大赛的女士们 马上要出发了 快点上车 总觉得好像忘了什么 哦 还这样 你今天很不一样哦 我平常只是不打扮而已 打扮起来也很美的 用你的钱 用你的钱 奇怪 爸爸海苔饭卷放在哪儿 妈妈说早上会把海苔饭卷包好放在冰箱啊 海苔饭卷 相反的机器也在海苔上一样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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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帮我们包海苔饭卷 就这样出去玩了吗 像拖得灭开的海苔饭卷一样 知道我的死包子啊 不是吧 快点说不是啊 永远地 紧紧地捏着你 唱得真好啊 唱得真好啊 不要哭 你们先冷静下来了 郊游不会因为没有海苔饭卷就取消 有什么好哭的 今天又不是我们人生最后一次郊游 停 很好 我的弟弟妹妹 话不能这么说 郊游的灵魂是海苔饭卷 我身为你们的爸爸 怎么能让你们不带海苔饭卷去郊游 爸爸 孩子们 你们再等一等 海苔饭卷就交给我 一切包在我身上 爸爸饭卷 都听到了吧 既然爸爸说要包海苔饭卷 我们想带海苔饭卷是确定没有希望了 还是去找饼干跟饮料吧 知道了 包海苔饭卷算什么 爸爸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我当兵的时候是火防兵 三百个人份的炸酱面 我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好了 我看看 海苔在哪里 不在这里 怎么会 只有海袋啊 好臭啊 真是的 到底放在哪里 这里也没有 白饭 没有 到底家也没有 其他的材料也是 到底在哪里 这就气死我了 什么都没有 饼干还有饮料 根本什么都没有 你说什么 昨天跟妈妈去超市买了不是吗 买了 可是妈妈把东西全部都藏起来了 为什么要把东西藏起来 说放在家里会被我们吃光光 啊 干嘛 等他回来 我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 找不到黄鱼鸟 黄鱼鸟 黄鱼鸟 我怎么在哪里 燃香不要再唱了啦 给我吃下了 给你帮你 我的女儿黑色 怎么办姐姐 我看干脆缺席算了 那怎么可以 饮料跟饼干可以再去买啊 嗯 说得对啊 妈妈藏起来的那些可以留到明天吃 嘿嘿嘿嘿 好 小梅子 去把爸爸的皮夹拿过来吧 是 奇怪 怎么会只有这些钱呢 我说了我要请客 多备车姐我给双飞 爸爸至少有信用卡吧 别做梦了 你觉得我们的妈妈会把鱼交给猫保管吗 嗯 好了 你还是去超市买点东西吧 这些哪够啊 能买多少是多少啊 看看你弟弟妹妹 嗯 我玩玩什么好呢 神经 我们在令华帝前面举行奇遇祭吧 我这就去吧 爸爸 爸爸 不要送贝陪我玩 还是要放点材料才吃海苔饭卷呢 我看看 哈哈 哈哈 有了 还有葱 快点陪我玩吧 起求神明 起求神明 请你那天 降下一场大雨吧 起求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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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哪些钱 只够买这个 好吧 也没办法了 怎么样啊 我绝对不想 把这种东西放进 给你 好了 你们快去吧 是 我们要出门了 快点 快点走 我也快吃到了 好 午餐时间到喽 好 午餐时间到喽 圣经 你怎么了 这是我爸爸做的 我实在没办法吃这个 各位同学 我们分一点食物给圣经好吗 好 我得给你吃 我也要吃 吃吃看哦 谢谢你们 早上可能吃坏肚子了 我现在没有胃口 好特别哦 不要再吃平凡的海苔饭卷了 健康海带饭卷 三个海苔饭卷 花一个海带饭卷 来 已经没剩下几个了 想吃的人要快 我回来咯 我回来咯 老婆 妈妈 妈妈 你们去加油玩得开心嘛 妈妈会不会太过分 你们看 妈妈买了核桃饼回来咯 好了 妈妈睡吧 你们这些孩子 老公都是 存量发很久 老婆 坐那么久的车一定很累吧 老公 你先等一下哦 我先去拿些泡菜过来哦 好 我来看看哦 我把泡菜忘哪里了 我的天哪 这个怎么会 妈妈 你过来一起去啊 老婆 快点过来 好 开始考试 好 开始考试 呃 老师 呃 那个 我写错答案了 可是没有上皮擦 呃 是吗 谁有上皮擦可以借它 哇 我要很多 呃 是 其他同学都没有橡皮擦吗 是 好 现在剩下五分钟了 还有一几题没卸完 铅笔 快快快快 快打铅了 铅笔 快打铅了 铅笔 哇 哇 啊 呃 老师 我可以借一下铅笔吗 啊呦 多多 你来学校上课只带一支铅笔来吗 不是啦 来的时候是十支 可是现在 只剩下一支了 不可以 你看吧 我就说不要玩嘛 小妹子 我们再赌一把 什么 我记得你的橡皮擦 今天早上已经全部由我接收了 没有橡皮擦的情形下 铅笔也是无用之物 这一次用铅笔来打赌注 我玩铅笔真的没自信 看我的 翠风一支 不可以 不过呢 不管怎么样考试还是要考 谢谢低小妹子 谢什么 考完之后要还我 因为我喜欢你 库家都是加热的 对 我方 dragons 会儿墜的 可以 敏珍 走吧 真的好凉快哦 不过小梅子 用朋友的铅笔还有橡皮擦去换东西来吃 真的没关系吗 仔细想想好像不太对 没错吧 那么多文具我应该多要一瓶饮料才对 我的意思是朋友的东西你怎么能擅自卖掉呢 有吗我透过这档游戏迎来的战利品 我当然有权利做主啊 谁叫他们不知好歹的跟游戏的女王小梅子挑战 小梅子 不觉得吗她真的太过分了 难道我们只能继续当她的手上败奖吗 不然怎么办小梅子不管玩什么游戏都绝对不会输 没错小梅子可是游戏女王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真没用耶 什么啊是恩西啊 你们太没用了 你们真的想要赢小梅子吗 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然有啊 你们可以招逼小梅子更擅长的游戏跟她比赛啊 举例来说呢 一般来说男生比女生更擅长的游戏比方说躲避球足球棒球之类的 躲避球足球棒球吗 一人出局 全力打 什么 小梅子真的那么厉害吗 真是的 那一二三木头人游戏怎么样啊 一二三木头人游戏 一二三木头人游戏 嘿嘿 你们都输了啦 真的到这个程度吗 总至少梅子可以说是天生为了游戏而诞生的人 你们要先把木头人游戏状态改过来才行 就是因为有这种状态你们才会每次都输给小梅子 很好 既然这样我就要亲自出马了 输给小梅子的是我们 她为什么这么激动 你们三个 小梅子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当然是 吃东西了 果然很单纯 岂然如此 看到没看到游戏 没错 听说你是大家公认的游戏女王 既然这样 跟我也比一比 唉 我劝你还是不要比 我怕跟你玩游戏 不小心会影响到我们两个之间深厚的友情哦 怎样 你担心会输给我吗 游戏赌注是输的人要负责赢的人一个月份的点心 你 你 你说负责一个月份的点心 你怎么不早说呢 不过敏智 看到没看到游戏要怎么玩呢 我也不太清楚 她当然不知道咯 因为这是我自创的游戏 说下去吧 各自吃东西的时候 先发现的人如果说出看到了这句话 就要把吃的给对方 如果比发现的人先说出没看到的话 食物就不会被抢走 哇 好像很简单 不过吃的东西包括水吗 那当然哦 除了空气之外放入口中的全部都算 我接受 只要进入口中的通通都不行哦 小心你三次才算胜利 OK 恩戏加油 小梅子你干嘛答应玩那种游戏 放心吧 我可是游戏的女王哦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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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子你没事吧 当然了 我真的一点都不饿哦 我要去洗手间了 真假 应该不会想到我在洗手间吃饭吧 没关系没关系 听说俊阳叔叔也都这样吃饭哦 看到了 哪里在哪里 1比0 我这个笨蛋 不吃一顿午餐又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不能忍耐 我应该再注意一点呢 哦 是迷花糖耶 小梅子 慢一点 再大一点 小梅子 没关系吗 万一被NG发现的话 那该怎么办啊 嘿嘿嘿 不用担心 我会用最快的速度 哈哈哈 把迷花糖吃掉 看到了 2比0哦 现在只剩一次了 这个就由我吃掉了 不可以 我的迷花糖 怎么样 现在东西被别人抢走 你可以体会朋友的心情了吧 我充分地体会到了 你要用一种方式跟我玩事吧 战争开始了 小梅子 好 恩西 吃晚餐了 还说自己是什么游戏女帮 不过如此而已 不会吧 小梅子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家 看到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小梅子人呢 不知道 好像在哪个朋友家 也不知道有没有吃晚餐呢 你煮的菜真的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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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是你的朋友吗 这儿 那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看到了 这样是二比二 吃泡面早上脸会肿耶 晚安 小梅子 我无论如何都会赢你 恩西 去上学吧 看到换你了吗 什么 刷过牙是不是很清爽 好好哦 我因为不想梳梅刷牙就来了 你在吃什么 难得 不过吃的东西还包括水吗 那当然哦 除了空气之外放入口中的全部都算 我接受 只要进入口中的通通都不行哦 没 没 看到了 不可以 是怎么了 这阵子你们为了跟我玩 玩游戏心里很难受吧 不会啦 我透过这次机会 许到很多也反省了很多 我们以后 讲一句 我们去大陆快点看中吧 那好吧 快吃吧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你把一个月份的点心券一次用完没关系吗 没关系 反正大家吃得很开心 除了一个人之外 我玩游戏游戏 小画家 爺 娇 广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